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这支影片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天堂M9月11号更新后的内容 我们先看一下台版这边 特别介绍一个活动 月兔的宝箱 这个活动就是每天消耗20个月子进到活动副本 打掉三个宝箱就完成任务了 这个通关奖励会有600万的经验值 还有变身硬币800个跟月兔的宝箱一个 那其中月兔的宝箱可以让你有机会 开到圣巫卡月兔的石旧 还有圣巫卡曼波兔的红萝卜 这是属于活动特殊卡片 那这个活动是给分身流刷的 非常的简单 请大家一定要跟冰女活动一样 每个分身流每天刷好刷满 去拿这个奖励 那另外你想要充分身的玩家 这个经验值也非常的高 让你们可以瞬间多个一两%不是问题 台版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斯科巴的成长组合包 里面有提到四色银币可以兑换牛魔王的凭震带子 这个是之前的花果山收集品 15000个凭震可以兑换一个收藏 那这个牛魔王凭震带子里面 可以随机开除500到10000个凭震 如果你还没有塞满的 记得一定要兑换好哦 然后台版的第三个重点就是 角色排行UI优化 这边有提到排行榜多了 世界排行榜跟大师排行榜的buff 那这里我就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这个三个排行榜的buff维持状态 首先第一个伺服器排行榜 你只要移民不是同伺服器的话 他就会重新刷新 等到隔天5点后才会出现 然后世界排行榜 你只要移民的伺服器 是在同个区域内的世界 他就可以持续维持这个buff 那如果是大师排行榜的buff 因为是全区的嘛 所以不管你怎么移民 他都会维持这个buff的常驻 好这里我也稍微提一下 韩版这周的更新重点 第一个是他们庆祝93集玩家诞生 韩版的第一位93集就是闪电 这次他们庆祝活动为期一个礼拜 会在各个村庄设置他专属的雕像来纪念 韩版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这个夏娃的特卖装备包 这个装备包本身不特别 他就是我们的饰品大补包 但是他的重点是第二次推出了饰品箱子兑换 那这个台版曾经推出过一次 之前有观众在问 那这次韩版推出了第二次 他可以使用1200个snipe戒指兑换 一个加6的snipe戒指选择箱 还有1080个轮提斯耳环箱子 去兑换一个加7的轮提斯耳环选择箱 2160个印章选择箱 去兑换一个加7的印章选择箱 1440个闪亮的手环选择箱 去兑换一个保底的加6手环选择箱 然后864个闪亮的内衣箱子 去兑换一个加8的闪亮内衣选择箱 864个肩胛选择箱 去兑换一个加8的闪亮肩胛选择箱 每个账号可以换一次 这个东西在台版曾经出现过一次 这次应该是第二次吧 大家如果想要换保底视频的话 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次的活动 好了 以上就是台韩版这次的更新重点 我是丁丁 我们下次再会咯 大家拜拜